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近年推动农村再生社区计划 让偏远农村透过社区营造走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而在地特色农产品也能透过农村再生计划 重新包装推广销售 观光客进来了 为社区居民带来稳定的收入 更吸引在外线市打拼的年轻人 返乡一起为社区打拼 毕业之后我会回来这里的原因 我是觉得说可能就是责任吧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地方应该自己有必要 就是说因为社区在这几年以来 它所做的努力其实也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为了责任两个字 我希望说让我自己靠我自己的力量 让我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能够更好 透过农村再生社区计划 也让里面之间情谊融洽 共同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我们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在社区居民的参与 因为说实在 以前在96年到100年当中 一般社区的居民对社区是没有那个向心力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社区居民 他们可以有信心 知道社区有的用心 要怎么让我们带东改变起来 透过农村再生计划 解决农村高龄化 人口外流 产业转型等问题 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 也让社区大小更团结 同时也透过精致化农业 让农产品竞争力提升 我们在全国各县政府里面 目前产值是五都第一 而且是全国 目前包括农民荧木产值都是第一的 像我们每年我们的芒果 外销到日本去 包括日本韩国 我们每年都达到1500公顿的数量 我们一粒爱尾芒果 到日本的超市 可以卖到台币250块 除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同时也致力于发展当地生态观光 社区导览员会带领观光客 深入了解社区生态 观光客不再只是走马看花 透过解说也能有所学习 地下毕竟是我们这里的产业 所以说要如何形成我们整个环境教育的一种特色 就是你眼二地 这个环境要如何吸引很多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来欣赏这个你眼二地 加上水土保持局 还有我们农业局 台湾市政府农业局 很几年用心给我们辅导 所以说我们知道 社区的环境是要自己去营造的 结合在地人文 生态 景观 艺术装置 拓展农村观光产业 农村社区成为都市人 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我们的农业呢 未来 目前 就是希望将我们农业产业呢 从一级的农业产业呢 倒到三级农业产业 那我们每个农村呢 它有不同的面貌 人文生态的 宗教历史的 还有地景的 还有它特殊的产业文化 这些呢都是都市人啊 摸触不到的 看不到的 没有亲自参与的 所以说我们农社区里面啊 我们希望啊 将这些人做一个点线面 串成一个 可以让他们个人或全家呢 来到农村呢 做不同的体验 农村再造社区计划 将农业结合地方观光 活络地方经济发展 走出特色 田园乡村 一样也能创造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